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们来算一题立题 是求极限值Limit S趋近于0 Side S分之cos S-1的极限值 好,在算这一题极限值的问题之前 我们来复习两个公式 首先公式A Limit Theta趋近于0 Side S分之Side Theta等于1 还有公式B Limit Theta趋近于0 Theta分之1减cos Theta等于0 好,我们来解一下下面的问题 Limit S趋近于0 Side S分之cos S-1 你观察一下 当你把S趋近于0带进分母还有分子的时候 分母分子都会趋近于0 这个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做因式分解 或者是将式子有理化 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所想到的就是上面这两个公式 好,我们将这个式子分子分母同乘于S分之1 我们得到Limit S趋近于0 分母是S分之Side S 分子是S分之cos S-1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套用上面的公式了 首先在分母的部分 Limit S趋近于0 S分之Side S 就是套用公式A的部分 答案是等于1分母的部分 而分子的部分呢 S分之cos S-1 你发现什么呢 你发现B部分有很相似的形式 就是Cita分之1-cosCita 其实它只要乘上负号就好了 就会变成Cita分之cosCita-1 也会等于0 这个时候不是跟这个式子分子的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吗 因此整个取极线分子的部分 套用公式B 我们得到答案会是0 因此1分之0是等于0